2010年 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西洋红重洋节晚会上 走来一位西装革履气宇宣昂的冒蝶老人 谁也不曾料到 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服役开唱 便以近乎完美的京剧煤派唱腔 折服了现场所有的专家观众 他就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入室弟子 舒昌玉 去年西洋红就是重洋节那台晚会 需要我们要推荐一批这些老的艺术家 那么正好也有这个机会 那我在我做我都做我来我推荐老师 我心里是有把握的用我 我听过老师的唱他的嗓子是绝对没问题 那我给北京通电话 我说这位老师相当棒 但是老师去了以后 那天一连排完了 老师已经真的底下的那包括北京的天津的还有我们上海的 就是因为西洋红的还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些老演员 从六十岁开始一直到九十九十二岁的六十岁七十岁八十岁九十岁 这才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嘛 那这老师唱完了这个就已经是到底下就像炸了锅了 哎哟 这老师怎么唱这么好 那老师唱得非常的正宗 非常的正宗 他这个煤派真是 现在我觉得像他这老人家怎么唱得那么规规矩矩的 也不多了 可以说真的 那真是没有了 所以震惊了北京 说起舒昌玉的艺术呢 我认为啊 他是很忠诚的传递了我们煤派 作为一个南带 他这个本质的特色 那段木贵英挂赛的大炮三声 我觉得他唱的第一呢 他很有气势 把木贵英的那种 那种大将气度 是吧 他那个时候指挥三军了 要出征了 这种那种英姿萨少 是女性里面那种刚劲表现出来 另外呢 他唱的非常有名为啊 舒老师的声音圆润 柔中续刚 表面上是 如波水面 琉璃花 但内部他有一种锋芒 这就是梅派的一种锋芒 然后呢 他的节奏公文 那个然后呢 一气呵成了 起承转和一气呵成 我听了以后呢 就觉得很美 而且他的 整个唱的过程当中 您看这是电视里的镜头 他神定气贤 一点不紧张 满头银丝 但觉儿难道唱戏 因为你不能戴胡子吗 他也讲究嘴型 因为你要想把他声音放大 你看很多老生演员 他嘴巴要动 姐妹弄眼 他说由于嘴 再怎么耍下巴坎 他有胡子挡着 所以不要紧 那么但觉儿唱戏 他就不能乱耍 乱耍就不好看了 所以他很注意他的形象 没嘴型不大 老子还能唱 这声音放大 所以功夫都在里边 在口腔里边 张百花市长 你得说你介绍那个书 老师唱得不错啊 我听了心里的高兴得不得了 所以后来我就给老师讲 我说老师 你唱得相当好 你要是个盛世演出 您就这样唱 没错 我知道 老师呢 他这个第二篇演出更好 第二篇重视演出了 那更好 你首先老师 我说您这就是没派大家 往那一站 不需要做什么动作 就往那一站 就非常的大方 非常得体 在一张口一唱 都在这里边了 我说太好了 他唱了 我就给老师下巴 你太棒了 老师太棒了 我非常高兴 我看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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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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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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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先生对念那个 队员那个 队员的念白 哎呀 我念了以后他 他很高兴 他说 哎呀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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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常在北京 经常在北京 经常在北京演出 他凡凡就一演出呢 他们二楼包厢啊 总共有一个包厢是师母 就像吗 师母 师母 带着我去看戏 正好看出场 看得很清楚 那时候 那时候 OME他们在玩 vomit tank才 听说 淡凯这种 听 ор 我老师唱戏呢 他不大掉嗓子 有一次晚上要演出八万别记 他就在上方念面白 说些嗓子念白 我听得特别清楚 听了以后 记在脑子里 晚上看戏 在看他那个演出 声上了什么的 那是有道是 千学不如一看 千看不如一眼 这对我的收益很大 我对没想像最深的呢 就是有一次 他演八王别记 八王别他是每一次戏啊演啊 每一次都要改进 不断的改进 那天晚上要演了 我先生还在院子里啊 琢磨那个五剑的剑套子 剑套子呢 有一身段 原来他是 反时针 他都是很真的 这么两出气的 啊 当当当 当当当 嘘儿啦 嘐儿啦 嘰啦 嘰嘳 这么这样 所以他感觉啊 还不够 太美 不过太美了 他就换了一个招式 换了反时针 这个 这么连腰一块动啊 那更加美 我也在旁边看了 哎呦我想 这太好看了 他一看见我 我对方说 诚诚你过来 你照这个样子 比我比我看看 那我就照样比了 照一遍 比了头一遍 哎不行 你这个手太高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他说 这个一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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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来零起来 哎 做做做 知道的 他说哎 这样可以 就这样 我学到很多东西 他不但是你这个戏 是这么严 这么改进 每个戏他都 他都一次一次都 也有所改进 我一次跟于 于正非 于先生 演那个 断桥 有一个动作 没想到 那么一直 一直他 一直那个 许仙 许仙就 就很自然的 往后一倒 他就 又又去 掺他 这个动作 以后就被京剧给吸取过去了 那梅先生除了这个 叫我吸以外了 他主要还是跟我讲啊 当一个日语人 当一个艺人 一定要把戏演好 但是也不能忘掉一个德子 德也是最重要的 我这份老老的经济 老实的教导 怎么在做人 怎么在演戏 在梅家的半年时光中 舒昌玉的另一大收获 就是得到了通篇教主 王瑶青先生 新寿的三件珍贵礼物 就是我在 住在先生家的时候 那时候 我起得早了 王瑶青也起得很早 他是好好的 这个四大名单了 所有的戴者演员 差不多都跟他学过戏 都能学过戏 那么我也定人学戏 他好在什么呢 他因材施教 看你什么材料 他教你什么戏 他一听我的嗓子 王瑶青也拉了 拉了我掉掉嗓子 一听我嗓子 就送了我三处戏 一说是这个李彦飞 觉得大宝国 探荒零二进攻 这处戏呢 原本是三个片段吧 三个 但是他为这处戏呢 他把那力量给斩了 是这么一处戏 这样一来呢 又有故事性 又有艺术性 三处戏 阳风不动 这么一来 连关了 所以我在天津演的时候 我就是大唐儿戴斩礼梁 到现在天津 还在念了 王浙昌也在念 舒昌毅的 大唐儿还戴斩礼梁的 一处是斩礼梁 另一处呢 是全部的王宝川 他是为王于荣 那时候就变的那处 另外还有处呢 是那个 全部送上香 他就给了我这三处戏 交了我三处戏 后来我在天津的时候 常演的 其实我现在看来 他是出于自己的爱好 由一个票游下海 他的老师实际上都是梅宝九的老师 那个王又清了 朱秦兴了 包括一个打五把子的 如福来 是吧 如福来 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武功老师 他都是跟专业的人学的 但是他是自费 不是通过一个系校 一个课班 他没有 放学了 念初中 念中学 放学了 我到去学习 到后来干脆我不上学了 我放弃学业 我专业学习 是这样 是自己学出来的 票游下海 由于这样的爱好 像这样的培养人才的机制 上海有一批 不是他一个 我接触过的 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 最有名的 你比如说李世纪 胡志峰 都是这样 他们后来都现在 在国家的很重要的剧团里面 挑良 就是这样的培养机制 是一个当年的一个成才的一个途径 吉他 吉他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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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光 多苦 盡 為 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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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50年初次登台到60年代初 淑昌玉在十余年间一共演出了千百场 度过了一段辉煌的舞台生涯 我52年路过天井的一件赵聪桥先生 他把我留住了 在天井演出 那时还叫天保剧场 河东 天保西院 天保西院演了一场 把天井给挣住了 从最以后 我在天井站住脚 好像天井当第二个家了 天井也对我非常的捧 我在天井也比较有影响 那时候 到53年的秋天 新国大学 那经历王佐民跟我跟我讲了 西教博要联演一期 要我的胆圈 牌子两人一样大笑 哎呀我心想 我是一个刚出道的毛小胡子 他是四大牺牲之一 那我说得非常高兴 我就信任地打印了 就这么的平台演出 在他演出的时候呢 哎我也得意不少 因为有的戏啊 我们对对戏了 对戏像那个 二汤放子了那出 他入戏啊 他入戏 我也只能入戏啊 所以我们演出的非常的 默契 打鱼杀架 每个星期天 白天戏就打鱼杀架 跟那个二汤放子双出 那时也轰动 轰动天 从此以后 我好像在天井安了架 1954年开始 舒昌玉率天津建华京剧团 或自组舒昌玉京剧团 巡演于全国各地 尤其在东三省一带 享有盛名 我解释舒昌玉老师呢 是上世纪的九十年代 可是我知道这个名字呢 在这个二十年以前 就是在一九七零年代 当时我在吉林市的一个驻军 文工团工作 我听人家谈起他呢 就是吉林省京剧团的一个 挑良的老生演员 叫陈正言 郑子辈的 也是上海去的 他是吉林市京剧团的团长 他就跟我说 斯仓牛 哎呀 个美帕增好 一个差的规矩 为我们上海人争光了 这是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他说 陈正言在台上跟他合作 觉得舒昌玉啊 票有下海的 但是非常规范 那是一九五六年 大概是 证明就是他的 在吉林市演出 观众影响很大 五四年我就带了 建华竞技团 到福顺 以后呢 东北的三个省啊 差不多我都走遍了 我记得在 五六年 吉林市竞技团 那是国音剧团来约我去 在特约演员 作为特约演员 有一天报上登出来了 写的是戏在人眼 他怎么说呢 他说赶三观看的时候呢 那个 提不起什么精神来 一看到那个 吴迦普一上场呢 那个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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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观众都提起来了 他说 不 说我呀 不断自己把戏演好 还把那个 老师们也带起来了 那就热火了 那个戏 啊 所以观众们对我 还是 评价比较 他是一个流动演员 他这一辈子唱戏 他一直没有在一个剧团里面待死 而且主要不是国营剧团 主要是民营剧团 天津的什么剑星社啊 什么 或者是最多是一个区域级的 基地所有制的剧团 吉林市这个剧团当 后来是国营的 当年也是个基地所有制的 他一直比较多的是在流动性的 在一种市场机制里面 他锻炼出摔打出来的 他的演出往往是他自己一个人 或者带一个小组 然后跟一个剧团的班底 或者一个当地的一个民营的一个剧团 作为他的一个辅助的 一个绿叶的一个班底 他的红化在里面演 所以他的流动的资重很轻 所以这个当时是有这个氛围 那么这样的流动当中 是锻炼了一批演员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 受全国特殊的政治气候影响 淑长玉被迫离开了 他所熟悉和热爱的舞台 但这并不能浇灭 他对梅派艺术的执着 文化大革命 传统戏不能演 那么男的演但就更是没饭了 那我一直就在家里闲着 闲着呢 闲着生活是不成问题 因为我还有点积极学嘛 但是那时候呢 全民挖大坝防空洞 搞那个人房工作 这道理看话 因为我那时候 我户口一直无业了 不是失业 是无业 就那时候呢 那那那那街道里呢 就叫叫好像闲散人员 闲散人员了 啊 我放空洞去 那我也只能去 一直忍到 那时候我就 灰心啊 想这个京剧啊 我这行饭的时候 我吃不了了 吃不着了 但是呢 我还不能放弃 空下来呢 我就是默默的背吧 默默的背 所以我到改革开放以后 我的老戏我都没忘 另外呢 嗓子怎么办呢 嗓子 嗓子没办法了 你不喊的话 不唱也不行啊 我就在家里 我就在家里上 拿一个瓶子 大口瓶子 我对着大口瓶子 那么叫阿姨 那么叫叫 叫叫也是一脸了 因为这么我感觉啊 这个心就这样呢 你要是念白啊 念白念好了 你比那个吊嗓子 还更出功夫 因为吊嗓子 有个依靠 有福气 有时候你可以偷偷懒 你念白不行 也稍微有点差啊 他就 他就听 他就见功夫了 所以我特别 我就是 有时候阿姨 叫叫以后 念念白 那是已经是 冒着很大的风险了 那时候要知道 你在那练 练这个东西啊 四舅 你还想付批啊 那不得了了 就那么读过来 这沐海月亮 虽然你听听 鼓手的魔朗 只要成狼 都会鼓鼓 先土里公 下退不疼 也不忘我 对他 一片 真情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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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样子没了 或者是过于的老化 他走不动路了 他都不行 舒昌玉保护的比较好 这里边一点呢 他自己每天还在练 这个练呢 他不是为了出名 他是对艺术执着的追求和爱好 说每天喊嗓子 那到80年的时候 杭州竞技团请我去 给他们青年演员说一出 凤丸潮 秋天 凤凰潮演出 我的多位师范演出 当时也对外卖票的 也公开演出了 凤丸演出原定是四天 四天凤凰潮 上海请了那个名情室 沈延熙去给我草情 很好 卖座 不得了 又把不能 后来又连了四天 一共演了八场 八场那个凤凰潮 这对我也是很大的鼓舞啊 杭州的市民 我曾经去过杭州 在52年的春天 去过杭州 他们有的 有的观众还记得 记得我 投资去52年 才二十几岁 都80年 五十多岁了 杭州观众还是 记得我还是 对我还是很 很欢迎 这么演了八天 为了这次凤凰潮的杭州演出 上海经济院著名媒派情师 沈延熙先生 专程赴杭州 为舒昌宇操琴 而生命总是在冥冥之中 充满了各种巧合和轮回 沈延熙先生 还清晰的记得 当年梅兰芳先生 在上海面试舒昌宇的时候 他为其操琴伴奏的 同样也是凤凰潮 而前后两次合作 相聚整整三十年 我第一次和舒老师见面的时候 是在八十年代 有一次在朋友家碰到了 碰到了舒昌宇老师 他那时候才刚刚六十多一点点 那时候也很漂亮的 真的很漂亮 满头的情法 瘦瘦的 坐那儿很文气 非常温文尔雅 那当时介绍 他是梅先生的学生 当时因为给老师不是很熟 所以彼此交流也不多 后来有的那个 我在天天舞台 也看过细校的一个学生 演那个女企节 他就是舒老师讲 哎呀我这个学生唱得非常的规矩 非常说舒老师教 哎呀我太好了 舒老师呢教系太好了 因为我对舒老师也没有 因为舒老师在南方演出少 我没看过 那有一次偶尔我在票房里头接触呢 听他唱 哎呀我说老师怎么唱这么好 哎呀 哎呀我说真是太棒了 因为老师那时候 嗓子底气各方面都特别的 又香又亮又甜又脆 他这个这个都集中了他这些优点 而且唱的韵味特别的浓 说起舒昌玉的艺术呢 我认为啊 他是很忠诚的传递了我们梅派 作为一个男蛋 他这个本质的特色 我们梅派是男蛋创造的一个艺术 你比如说杜敬芳 他就是让梅派向女性化发展 那么梅宝九就不一样 他就是男蛋了 那么舒昌玉呢 和梅宝九比起来呢 他好像更本色一点 那么男蛋的这种这种力度 就囚禁度 他他这个和你看和一般女的演员 他就不一样 另外他这个 他唱的很规范 规矩 梅派的东西啊 也不温不火 那个不能那个尺寸大起大落 他没有 那么就在这种非常平和的稳健的表达当中 他倾注他的感情 这种感情并不是一种宣泄 并不是很写实 是艺术化的表现 另外他的表演并不是千边一律 这个戏该有什么样的表现 你能听得出他的人物 这就是专业和业余的区别 业余就把这个音符模仿出来 听的味很像 好像就很好了 而你听他 在那个温文尔雅平和冲淡当中 把栩栩如生的各种人物都表现出来 所以是他的东西的兼顾形式和内容两方面 是一个内行 而且确实有很好的基本功 很多人说他票有时不对 我要给他证明 他是专业演员 83年上海戏剧家协会 搞了一个 没派 青年演员没派速成班 这就是华东六省的青年演员 有十几位吧一共 那我在这里头 我叫了他们一出生死横 到85年的时候 周夕元就是总理的堂弟 他也是喜爱进去 喜爱没派 他自己也唱没派的 周夕元先生跟那个 余正非余老 他们 他们 经过他们的推荐 是政府聘请我 上海文事馆官员 那是市长出的品数 改革开放以后 舒昌玉的艺术生命 迎来了第二个春天 由他撰写出版的 梅派剧目唱腔集 为后人研究学习梅派艺术 留下了宝贵的材料 而他本人 也成为了众多梅派传人 争相邀约的指导老师 茂迪之年的舒昌玉 虽然很少再有登台的机会 但他却将自己毕生所学 倾注在了梅派艺术 和梅派精神的传承上 我这人认识道路 就是根据每一件事 他的教导 跟他的行动 都是学来的 就我在贵州的时候 贵州一校有个老先生 原来在梅剧团呆过 他跟我讲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梅剧团了 梅先生每月还给他几十五块钱 所以梅先生对同行 那是没说的 我们就要学习他这个 不要争 不要争 我也就这么过来的 你要争的话 要生气的话 那就活不到现在 那么有一次很好玩 票房演出 采唱 那么舒昌玉要登台了 那么我作为一个记者 我给你报道 我报道呢 票房里教一件 四唱女四唱女 上海话呢 四个诗和书啊 那个那个同音 舒适的书呢 也可以和那个那个 那个诗展的诗 我们上海话同音 所以四唱女就要乖了 就我随笔一写 把书昌玉写成了 诗昌玉 登报了 登报以后嘛 就是我们 就是知道情况的 就哗然 欧斯泽都搞出错了 我很内疚 那么我 我见了他以后 我跟他说 我很对不起啊 我说你 其实你当年是一个 在外地很红的演员 在上海 捞不着登台的机会 难得登一次台 我这个记者 和你搞错了 我说我要不要 跟你更正一下 哎 不必了 不必了 那个那个 那个登车来 弄没哪 弄好要没哪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他也有机会 他说 他非常淡泼 你看有些演员啊 对于自己登名字 上镜头 他都很很在乎 书昌玉不在乎 对名利很淡泼 这就是给我最早的印象 北京京剧院的院长啊 还有还有那个 长安剧院的总经理 他说别说老师 这位老师唱的确实好 他看得出他年轻的功力 我说他已经85岁了 我说真是 你看那嗓子多甜 没有了 他说真好 这老师 他说你介绍这位老师 唱他明年 还得请他 就是今年 还得请他来 所以我说老师 您一炮打红了 那老师是非常谦虚的 老师上阳 你再给我提的一件 我说您哦 老人家唱的这么好 我都得向您学 你还叫我给您提一件 他就是这么谦虚 王瑶青 王小老校长啊 他对我说几句话 他说唱戏 你要做一个好唱戏的 不要做唱好戏的 那什么意思呢 不要挑什么戏好 我就唱什么戏 啊 唱好戏呢 你把 sobbo 那冷门的戏 你唱出来 把它唱好了 那就好唱戏 啊 所以呢 我给现在那 下一代啊 我也希望他们 做这么一个演员 要做 好唱戏的 不要 竟唱好戏的 演戏跟做人是有关系的 梅派本身就要讲究 这种方正大方宽容 平和包容 这形式美 做人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 苏老师能够老来红 我们还要感谢苏老师的本人 我们要学习苏老师 这样做人的方式 我们要学梅派戏 做正派人 我们要学习苏老师 我们要学习苏老师 我们要学习苏老师